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接触的案子李不清头绪都在晚餐后与管家影山讲 却意外发现不露声色的影山竟然是个推理天才 每次影山都要毒蛇嘲笑例子一番 然后开始他的一段推理 让高傲而挑剔的大小姐保身例子不得不成虎 随后在31岁拍摄家族游戏第17回日刊体育春季日剧大赏 和第77回日剧学院赏最佳男主角 找田家的初中生小儿子冒之 无故就是不肯上学 妈妈家带子在网上看到号称 保证上东大的英景祥扮演的东大毕业生 基本荒野的主业后 决定聘请荒野管家帽之 于是家庭教师基本荒野就来到找田家 他通过沟通观察 发现初中生帽之因性格懦弱 遇到校园霸凌而拒绝到学校读书 他软硬兼施恩威并肌的教学模式 不逃避绝地反击 让帽之顺利克服心理危机 在与找田家人接触中 基本荒野发现找田家族每个人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找田家的大儿子圣医虽然优秀 但冷漠自私 找田家里的爸爸衣帽却有婚外情 妈妈家带子面对叛逆的孩子毫无办法 听信他人鼓动 炒股亏损上千万 为挽救找田家族 家庭教师基本荒野 用看似荒唐残酷的方法 催使家庭矛盾爆发 让成员们濒临崩溃 带儿子圣医开始因父母无条件信任基本 而内心不满 圣医用调查荒野的方式 希望找到他的弱点与漏洞 结果也进入荒野的设计里 随着真相一点点展现 这位优秀天才老师 原名田子雄大 有着心灵创伤 并励志拼尽全力 不再让校园霸凌的悲剧再次发生 个子不高 血背这个大包的高式阔步 大不留心的阴景响版的老师 定格在观众季里 其他影片还有电影 蜂蜜与丝叶草 神的病历布 拉布拉斯的魔女 电视剧贫穷贵公子 不过是先出生的我 英景祥1982年1月25日出生 东京都人 家中长子 他的父亲英景俊是政府官员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 为总务省十五次官 母亲杨子是大学教授 资产家贵族出身 毕业于有女子东大之称的 玉茶水女子大学 英景祥也毕业于日本著名的 私立大学 庆英艺术大学 成为首个大学毕业的 杰尼斯偶像成员 掀起往后杰尼斯成员的 大雪热 英景祥可以算是标准的 日本上流社会公子哥 比起这家 大部分其他人 是通过被女性长辈 寄简历这样的经历 进入杰尼斯这个大坑 而他是抱着 杰尼斯是什么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可以吃吗 这种神奇的心态 自己报名参加了海选 成为立民JR.Dot 因为个仔还有外号 叫做斗丁祥 何景福亮 生甜斗真 成为后来杰尼斯 升高奇迹 同时也因为 日本标志性溜尖 而被粉丝戏称为 散歌三人组 1999年17岁 在准备辞职 专心去读书的时候 却被喜爷爷选出来 成为蓝的成员出道 24岁对他来说 是迈出重要一步的年份 他选择了 做一名新闻主播 开始担任 日本每周一播出的 新闻节目New Zero的主播 职业主播生涯 一发而不可收 32岁开始 担任综艺节目 英景有极的 危险夜会的主持人 连续五年担任 日本电视台 奥运特番主播 接着连续四年 担任日本电视台 大型音乐节目 The Music Day 综合主持人 还曾被称为 史上最萌的奥运男主播 英景祥是一个 极其自律的人 边上大学边拍戏 还能不迟到不早退 能够一周睡几个小时 时间精确到分钟 自己喜欢黄头发 戴耳钉 就会戴着 想要读完大学 完成课业 就坚持四年 很拼命 对自己也很 下午晚上开演唱会 午夜还去主持 New Zero 没有休息时间 也不轻易缺席 因为家庭教育背景 英景祥特别重视学习 不只是学业上的学习 也包括工作上的 精神上的学习 同在Zero的前辈说 英景祥每次都参加 新闻录制前的讨论 都是有过精心准备的 能够很好地参与到 新闻的讨论中去 他是一个通过学习 让自己更加进步 更加充实的人 上完大学成为 杰尼斯第一个 有大学学历的偶像 从24岁当新闻主播 坚持到现在 是杰尼斯第一个 做主播的偶像 并且坚持了这么久 还做得很好 他是有着 自己坚定目标的人 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可能被别人轻易地阻挠 政治圈的父亲 对自己当偶像不同意 那么就努力地 做好给父亲看 自己可以走一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 英景祥想要过灿烂的生活 选择当偶像也是如此 可以不用过一成不变的 普通人的生活 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 打交道 这也是他所擅长的 可以过得很闪耀 得到很多人的关注 就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喜欢受欢迎的感觉 所以他也一直这么做着 一直都是杰尼斯 最受欢迎的前辈后辈 有人叫他精分小王子 因为经常可以看到他 在节目上笑成表情包 在镜头后冷成冰窖 跳舞的时候肢体僵硬 挥手的时候 向国家政要 在他身上 有一种永远不用担心 出bug的安定感 可又觉得他离物很遥远 就连他笑的时候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在笑 现在的他 太懂得控制自己了 太懂得在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 殷景祥说过 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 成员之间拉拉手 搭搭肩 都会被说好可爱 但是总有一天 会变得不可爱了呀 但是 还是很感谢说 可爱的这些人的存在 他说 终究是因为有了蓝 才成全了我们每个人 因为是蓝 所以能演电视剧 因为是蓝 所以能当主持 因为是蓝 所以能做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很感谢 殷景先生一直说他不是天才 确实 他不是物理看花的偶像 而是脚踏实地的人生导师 今年一月 殷景祥和女友去越南游玩的照片 被文春拍到 据自称殷景祥熟人透露 殷景祥现在结婚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 最早的话 可能在今年内晚婚 殷景祥对着身边的人说 我一直都在克制结婚的想法 但是 已经忍不住了 我真的很想早点结婚 关注更新更新 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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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